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特基 李老师 最近又看到这两首曲子一次抄袭的对比了 一个是水晶虚曲 一个是原神的 方网的BGM 这两天好像还比较相似的 是吧 都是竖琴的一个爬印 然后我将这两个曲子竖琴的部分爬了一下 然后顺便把它们都转成了C调 后面大家来进行对比 首先水晶曲子比较容易来理解 前面大概都是16 16 1645这样的一个进行 然后里面都是用的ADD二和弦 或者可以理解成九和弦 然后它都是一个四个音四个音 作为一个排列的 是一个四四拍的一个这样的曲子 上行的话就是依次逐高提高八度 而下行就是逐渐降低一个八度这样 然后到这里有了两个弦外音的和弦 是一个升基和升A 然后它这里使用的两个和弦是大七和弦的一个爬音 也是四个音四个音的组合 原神这个曲子是一个四三拍的 乍一看看图片好像都是这种三峰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好像挺像的 但实际上它们的和升基型完全不一样 然后排列也并不是四个音四个音一个这样的一个组合 是一个比较无序的组合 类似于前六个音是一个三和弦的一个这种爬音 然后到后面会加一个二音这样进去 然后这一段BGM就是弦外音的和弦用的特别多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种非功能和升 制造出这种比较幻想的感觉 然后我们把这两段这个两段MIDI的音符放到一起 可以对比来看一下 基本上除了一级和弦之外 后面的和弦都是合不上的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里面的动机 它就算来动机来说 他们的最高音这个冠音也是不一样的 然后节奏不一样 然后为什么会有相似的听感呢 首先他们用了相似的这样的一个手法 然后里面会有四个音会相似了 就是听这样四个音 四到五音这样 再来听这里的 是吧 如果移到一个调的时候会在这里会比较相似 但是比较断章取语了 相似的动机和形式这种曲子 实际类似的一大堆 我们同样可以用这种四个音四个音的组合来写明月 不过由于古真 阳琴 它的音域没有竖情广 所以坐立在最后一次重复的时候 重复了一遍 而不是升到一个八度 和我们下一次再次订阅 我们下期待 和我们下期待 在那儿中 对 可是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